大家好 這個建頂的東西和我們持一自行義勒 都息息相關 建頂可以帶動各行各業的法 swiftly 危機小沈 我這段時間的觀察 她是真正救命怪貌 他有那種奮鬥的一次 奮鬥一次 很好的人要打壓 他就有辦法勝出 我們很多好朋友說 他三十幾年以來 這個在台北市鑑利所 對面的威精廣場 以前是他做桃園形 現在他要踢到 踢到要重建改建 我個人 我個人在看 國賓 台北的國賓 我們敦法北路的台宿 還有松江路的六五客棧 他們是還沒聽進去 就去做回老 還是用都更 所以有一個容積獎勵 威精呢 威精是 他是先聽到 這樣才會說 不然就用都市更新條例 還是比照回老 他們這個 技部計畫這個協議書 我個人看 我個人看 他應該是要比照 比照都市更新條例 和回老條例 因為我們的法律的觀念是 重新重幽 他改建的時候 他申請這個建造的基幹 就有這個為老的獎勵 和都更的條例 以重寬的角度來說 這是不違法 不違法 違法的部分是 怕行賄、縮賄 我剛才說 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 就移入 他就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或是市政務要貸金 這也不違法 很多人在說 沒有啦 他有200億的利益 我這份又思考 要有建築成本 要有行銷成本 那收入不是利益的 我們收入、減成本、減費用 那是利益 所以 我們不是學會家的人 要有這個觀念 那是收入 不是利益 我就說去防山山 這是大好人 大好人 為什麼我會怎麼說 因為 所有在松山 松山南港地區 以前做立法 做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選民服務醫療 不是提前來喔 是選民服務醫療 在立法院 我採訪國會新聞 國會記者 在立法院看他的表現 他也不吼吼吼吼吼吼 他是溫和 就事論事 這是我對於 黃珊珊的評比 我還是私人暈戀 我還是政黨暈戀 就譬如說 藍白河的事情 藍白河 那時候我也有說 你如果 他說 兩個就要收贏 對比 收贏的湯 有可能違法 所以 黃珊珊 惡法的人 當然他會去分析 分析說 這個到底違法不違法 所以我們政黨 我有常常要你們記住一個 以前 廖法本的禮給你聽 以前我在廖法本的辦公室 在青島東路七樓之七 以前民政黨的阿島 還有 羅浮子 他以前在三樓 廖法本在七樓 三樓四樓就自己去藍利協調 有些說 你們要收贏 對比 政治的藝術是這樣 要圖利大眾 不是圖利個人 所以我就說這段 這段 這段 液借 液借三十年前 三四年前 減七千幾萬 減七千幾萬 液借怪科文哲 因為你既然市長 你要明察秋後 你才可以出這條計畫道路 經過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順會 還廢調 和他們所用的理由是 坎腳斷層 在附近 不宜開花 或是坡度度俏 當然 在第一種住宅區的時 他們這個都委員會 應該有考慮過了 所以 他們的報告有什麼說 不是 什麼 本他 或是說 存錢 還要扔下去 那種 我們基層下線 那種 那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品質的問題 和坎腳斷層 沒有關係 所以我有說過 你坎腳斷層有問題 三腳斷層是不是有路問題 所以在專家學者 就是要憑良知 包括公文英文的一樣 你不要不識事項 去連累到其他人 包括夾借 包括夾借的生存權 所以我最近都說 你接種借 都要讓人民有通路 讓人民有活路 還不會怕絕路 今天我們就不用說了 什麼 幾百億的利益 那不是我今天說的問題 我另外就說 其實我們整個 建設台北市的時候 這個以前就是 那幾個一個 台北市市林百億 農業園業林務 產業科技園區 目前講我們 我們還沒有支持 但是 我們希望他支持 因為這個 本來就是 那就是第一種駐台區 我們重新規劃 重新規劃 我一天一想天開 一想天開說 沒有你這樣 建華城那個20%的 那個榮基獎勵 放棄啦 放棄啦 不要再爭執啦 你台北市政府 來 共同來開發 因為這有國有有室友 共同來開發這塊 是你多想起 嘴山好好的 好朋友 第一次設備社長是這樣 就是看這種 台灣的政治 你都看不出 說 這些藍綠惡党 是為了個人 還是為了代表 你要慢慢觀察 那為了為了個人 這樣咆哮 為什麼咆哮 我剛說過 你去法庭 你覺得咆哮 這是做人的基本準度 基本準度 所以 包括民意代表一樣 都要基本準度 和違法 就是法辦 對不對 也是法官去決定 我也有真正說過 法官認定錯誤的時候怎麼辦 法官認定錯誤的時候怎麼辦 司法尼也介紹說 不如你所願 你也不能說強迫 司法應去懲戒 因為他是獨立司法審判 我就想到 你既然認定錯誤 是不是損害到董事人的觀念 就違背公平正義 大家腦力激盪一下 所以 柯文哲 我是覺得他沒有明辨是非 沒有明辨是非 他以前也用槍的 什麼人貪慕 什麼人貪慕 你現在來講的是說 政績拿出來 那就是個人在這個人生的歷練中 都沒有去考驗說 你這樣講的時候 是因為你的政治目的 不是法律的問題 你就要說 有政績沒有政績 由司法單位去調查 我認為政治破斷 是說你母人有貪慕和有壁 是不是這樣 不要黏黏看 不要黏黏看 所以我今天利用這時間的 講解一下 我為了這個樹林華山去催山 好土地三十幾年 和審慶經 不一樣 我八七六九年的時候 開始接受的時候 這當然是正面有一個計畫道路 這當然是正面有計畫道路 那為什麼 這人會去主講 你當然是說有計畫道路 和這個政務的你封條要怎樣 封條 這是打訴訟而已 和記載不實的事項的公務倫廉 送法辦而已 不需要怎樣 你敢說中協助 甘去申請 所以就變成說 協助說 國家賠償 還是要繼續請求 我也說 沒有你沒有直接損害 你是間接損害 這就是認知的問題 一想是 我們AV亞東新聞的人 政經國會 五六天的節目是這樣的 傳奇人物聊天中 這是我20年前 我在那裡 在主持現代國情的節目 就有向五六天結業 六月內 一些節目都有 他們這個儀藥鄭小姐 鄭小姐有智慧財產權 所以 我只要和他高通 他說 沒有啦 現在很多人都盜版 去報到YT 甚至報到那些公報電台 他說 這沒辦法 這為了要宣傳台灣議員文化 他也是說 放脈啦 放脈 因為每一個人我會生存 像我也要生存 我經常有一些好朋友說 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年紀比較多 我用我的經驗 傳授給你 你如果是說 和這個地政事理社長不錯 沒關係 你如果多少 一些不一樣 或我 不是 是多少 我快點給我吃吃飯的錢 我也很不開心 是不是這樣 這是 好商 好商 我不是要看賺錢的人 我只是說 全部都是外商家 綠山好土地 為什麼那些烈百位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要回饋給政府 你不要五次 沒有回饋給美人 你现在注意看这个兴华城的事情 你就知道说,不是回馈给公文人员 不是回馈给市长 是回馈给政府和政府共同来做这堆地 好好地做自办事地同化 所以我说,百亿、荣义、园义、零物、产业科技的原因就是这样 这些科技园区是304 你当时304是怎样,没人类入规划 我说,没有类入规划也不会影响到完整的开放 因为304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既然是这自办事地从外发起的人 不会影响规划 还说会影响接口 那就是公文人员的主观意识 和我们董事人知道幸福的情形 怎样整个呢? 以后他就介绍,感谢大家 最好感谢我们秋水文 秋水文是我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常常在日本营养 有时候我没有拜托你问你的相关的影音图文 你传给我们的制作团队 我们的将对这个新闻内容做一个报道 这是先说的 刘波士他是一个科技记者 他本身对我们这个利能和雏能 他比较有研究 他比较有研究 所以我都会号召 至于白银三人 他本身就是五术 他以前的政治 他流米、流地 还是日本都有结案 我是语言是障碍 我的语言是障碍 所以他们比我优秀 我只是说做一个传声筒 说给大家的参考 再度感谢大家 再度感谢黄珊珊 黄珊珊她本身 她是更纯粗 两政 依法论法 大家要来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